咖啡要真 最近我看各个领域的人都在讨论XGPT这个人工智能的工具 作为一个咖啡师 咖啡博主 我就自身的代入了一下 就是以前拍过那么多的咖啡教程的视频 写过这么多的咖啡领域的文案 那么XGPT它能不能代替我让一个不懂咖啡的人 通过搜索学习来慢慢的了解一些咖啡的知识 或者是学习到咖啡的一些制作 于是乎我就尝试着问了一些关于咖啡制作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看一下跟着它的制作步骤 做出来的咖啡到底怎么样 首先我就问了第一个问题 怎么样制作一杯完美的Cappuccino 我发现问的方式不一样的话 它的答案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先问了怎么样制作一杯Cappuccino 然后又问了怎么样制作一杯完美的Cappuccino 它给到的步骤和答案是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说我就按照用如何制作一杯完美的Cappuccino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作今天的这杯Cappuccino 咖啡杯的杯量是6盎司 就是大概在180-200毫升 牛奶可以再准备一些可可粉 这个可可粉是可选项 根据它的第一步 先冲泡一杯意识浓缩咖啡 将其倒入6盎司的杯子 来盛豆抹粉 先把浓缩咖啡倒入到杯子中 第二个步骤是只用打发热的牛奶 不用发泡 只是加热 70度左右 所以说比我们平时的牛奶要稍微的再烫一点 把打发好的牛奶加入到杯子中大概三分之二满 这样的一个满度 第三步我需要再打发一点奶泡 温度也是在70度左右 用这个勺子把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满度铺满 另外呢它有一个选项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加可可粉的话呢 就可以再加点 好了大家伙 这个这杯卡布奇诺 你们打个分吧 弹幕cue一下这个卡布奇诺 0到5分 你们打几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做一杯完美的拿铁 先制作一杯espresso出来好不好 按照它的方法还是需要单独的来接到这个昂斯杯里边的 牛奶的话呢 它要求说要发泡最好能发到两倍的这样的一个体积大小 那我就多发一点泡了 多一点快一点对吧 温度呢还是到70度左右 就是要很烫 发泡量其实有点多的对吧 先倒牛奶 倒杯子里边 倒到三分之二 然后接下来呢 下一步是把做好的这个浓缩咖啡 倒入到这个杯子里边 剩下的奶泡 也是需要在平铺 在上边 好 这么一杯拿铁其实就做好了 还是一到五分 你们cue一下 好吧 那它其实是我觉得很传统的这种做法 很欧式的这种感觉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我就给它一个挑战 让它来做一杯 就是现在蛮流行的这个dirty 它的dirty的做法呢 是首先要用热水来温杯 就是要把杯子烫一下做一个预热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萃取一个浓缩咖啡 同时呢 再打发奶泡 这个颠覆了我的餐馆 他说它是一个类似于cappuccino的咖啡饮品 所以说呢 它的做法跟cappuccino有点像 但是呢 杯子的杯量上边 它会比cappuccino要小一些 因为它用到的牛奶是三盎司 大概在100毫升左右 所以说呢 我就准备了一个小号的杯子 好 我们先萃取浓缩咖啡 好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Charge GPT的dirty 它都做不下去了 翻车现场 翻车现场 粉碗都开始抗议了 这是100毫升的牛奶 还是打到70度 你听这个声音 差不多到了 然后接下来呢 打好的牛奶和奶泡 倒入到浓缩咖啡中 Dirty的配方已经做好了 然后大家伙 你可以给这杯dirty 还是0到5分打个分 好不好 弹幕Q一下 然后呢 它还特别提示了一下 这杯dirty呢 你需要尽快的趁热饮用 可能对于 意识咖啡菜单的这种制作的方法 因为它毕竟是这种美食的制作嘛 对吧 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区域的 也都不一样 那么这三种方法 它其实真的是非常传统的 有点像是欧洲的这种制作方式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 XGPT还是参考了很多这种欧洲的咖啡制作配方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也搜索了一点关于咖啡的制作教程的方法方式 就比如怎么样打发一杯奶泡 那么呢 它给的打发牛奶的步骤呢 还是很细的 就比如那打发奶泡前呢 它就提示说一定要用冰的牛奶 另外呢要用全纸的牛奶 还有第三条 在你打发奶泡之前 你要先把蒸汽棒里边残余的冷凝水或者是牛奶先把它排出来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咖啡师在操作的时候一个小技巧 但是它给到的解释是能够确保让牛奶加热的更均匀 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在打发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让牛奶少进一点水分来保证打发完的牛奶更加的香醇 还有第四条 你看是怎么样找蒸汽棒的位置 还有第五条 打发奶泡的时候的旋转以及发泡 其实它给到的答案的这些步骤还是蛮细致的 那最后呢我又问了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手冲咖啡更流行还是意识咖啡更流行 XGPT给到的解释还是蛮让我震惊的 他说手冲咖啡或者意识咖啡没有说哪个更流行 只不过是呢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喜好 就是有些人呢喜欢手冲咖啡的这种有微妙的这种风味在 那有的人呢他就更享受这种强烈的意识咖啡 所以XGPT给到的这个结论啊真的是让我觉得 他还是一个端水大师 所以说我觉得像XGPT的话 他你能够快速的能够入门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边 了解这些行业的一些知识和资讯 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等到你自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咖啡领域 以及咖啡知识有了一定的储备量了之后呢 那你肯定会对咖啡的制作方法方式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对不对 OK那这一节目就到这里 咖啡子那Series about life Cheers 咖啡子那Series 咖啡子那Series 咖啡子那Series